当草坪上突然出现一大堆墓碑和五个进位巨人以及五个鲁制参巨人 植物只能种植三排 哪些强力植物能获胜呢 求个小心心 挑战正式开始 由于难度较大 只要有一路打败巨人就算小获胜 五路都通关就是王者植物 小豌豆大战墓碑巨人组 白卡植物 重在参与暗夜沽大战墓碑巨人组 暗夜沽都输了 看来难度是真的大 元神大战墓碑巨人组 元神启动 挑战失败 第五路差一点点就通关 猴子大战墓碑巨人组 兄弟们 左下方有个小手柄 点击就能直接下载 或者进入植物大战僵尸2 非常方便 如果看到这里想玩这款游戏 直接点击即可哦 绞肉鸡名副其实 获得王者植物 军炮大战墓碑巨人组 虽然也召唤了骑兵 但是依旧获得王者植物 结神大战墓碑巨人组 秋葵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桑刃大战墓碑巨人组 有两路通关 获得小胜利 冰龙王大战墓碑巨人组 荣获王者植物 西瓜投手大战墓碑巨人组 仲在参与 火龙王大战墓碑巨人组 算是小胜利吧 冰西瓜大战墓碑巨人组 在这个世界 控场才是王道 柚子大战墓碑巨人组 爆发力超级猛 获得王者植物 蒲公英大战墓碑巨人组 有烟无伤 挑战失败 三重射手大战墓碑巨人组 仲在参与 项目攻守大战墓碑巨人组 能消灭所有 净位巨人 已经很不错了 寒冰箍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烈焰姑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保灵球大战墓碑巨人组 获得小胜利 残斗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喇叭花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幽目投手大战墓碑巨人组 获得小胜利 资水枪大战墓碑巨人组 理论上是能通关的 实际上是重在参与 要是大战墓碑巨人组 获得小胜利 工程师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精神大战墓碑巨人组 荣获王者植物 猫围草大战墓碑巨人组 感觉猫围草被加强了 按照以前的尿性 肯定惨败 这次还能获得王者植物 特性解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二哥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甘蔗大战墓碑巨人组 理论上是能通关的 实际上是重在参与 原神大王花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苹果迫击炮大战墓碑巨人组 获得王者植物 金履梅大战墓碑巨人组 他对墓碑无效 挑战失败 螃蟹大战墓碑巨人组 重在参与 电能豌豆大战墓碑巨人组 差一点点就是王者植物 松果大战墓碑巨人组 重在参与 水仙花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雷龙王大战墓碑巨人组 获得王者植物 雄果大战墓碑巨人组 重在参与 白鹿花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十六大战墓碑巨人组 重在参与 毒液豌豆大战墓碑巨人组 重在参与 非标杨记大战墓碑巨人组 重在参与 鼻奇兄弟大战墓碑巨人组 重在参与 由菜花投手大战墓碑巨人组 获得王者植物 虎头姑大战墓碑巨人组 获得小胜利 剑胜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挑战失败 蜜蜂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火鸡大战墓碑巨人组 火鸡大战墓碑巨人组 本场MVP 获得王者植物 突击竹兵大战墓碑巨人组 挑战失败 诺米大战墓碑巨人组 获得小胜利 罪围巨人组 可以 好